约80坪的轮山古茶油观光加工厂 109年8月27号动土后 厂房主体工程跟各项炸油设备 终于专设完工 让古茶笼欣喜并其他能够尽快运转 未来古茶子采收后不用再运到外地炸油 这个厂房真的对附落帮助非常的大 因为以前我们都要爬过东海岸山脉 要么就是爬过中央山脉去炸油太远了 那现在路口就有一个 所以我们很多的村民 大概村民或者是乡民 他们种植医院就会提升了 现在目前的设备都已经到位了 那目前放在厂房内的呢 就是第一个刚刚那个冷藏库 再过来是这个炸油机 然后就是后面的那个绿油设备 跟橱油桶 脱壳机 还有外面的干燥机 龙山苦茶油观光加工厂 总经费一千八百万元 主要透过花东地区永细发展基金 挹注 土地产权目前是花林县政府所有 公所表示 将向县府申请不用后 未来加工厂就办理委外经营启用 根据县府统计到109年 花林县苦茶树种植面积有250公顷 其中卓西乡就占约129公顷 苦茶油观光加工厂未来将有利于在地苦茶农 进行榨油之外 同时增进在地产业发展 原时新闻法务的花林卓西采访报导 接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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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